開始 題目談的意思是大家談談 我介紹一下 給你的意見 談大家談談 論就嚴肅些 我們會對一種藝術的歷史和繼承 它的本質 由它本土發展 以至出外都可以說藝裏的精深地方 所以我們一會跟大家介紹到陶瓷在世界上的影響 甚至影響我們太空 你想也想不到 然後詠股師 最美的時候 我很幸運 我這位老師已經離開了 2002年後面有介紹 他在西歸之後 他在香港創立了一間學院 他錄影了不僅是泳懷古蹟 有好幾首的詩 我只是取他的泳懷古蹟 因為這是大家比較普及 比較容易知道 了解的歷史背景 論藝裏面 我剛才提到蘇老師對藝術的看法 已知到他的培訓 在香港找了一群年青人 當時 我有一些書 其實是我們這些作業 大家印了 送給大家 是用來大家有空 喜歡又可以揭兩手 在這裏 你看到我老師對學生的要求 嚴格 原來我 在他們11、12個學生 我是最後入會 最差的那一隻 所以大家不要見笑就可以了 你可以欣賞我的大師兄大師姐 他們的詩 寫得相當好 OK 現在開始第一部分 講圖藝 不好意思 我拿一支竹仔 容易指示 噴上去 麻煩 上面 剛才那個是一個 圖牆裡面的 這些是數配 等一下會有講到的 再上去 就是這個圖籠 大家都很清楚 西安出土的 陳子王的霧 這裡上去 一邊上去 圖籠其實是不容易燒的 我現在在想 究竟是怎麼燒的 原來所有的圖器 不是在地孔裡面燒的 因為很難控制火候 一定在地面燒的 那地面裡面 他們怎麼控制火候呢 古時是沒有這個溫度計的 所以中國人 認這一點是第二 我想沒有什麼人敢認第一 OK 上壓這裡 我們看到 原先圖器一般是 手獵、泥條去拼的 裡面有紅圖 用溝火去燒成溫度低 所謂低的意思是 800度到1200度 這些叫低溫 燒製了之後 它燒結的程度的差別 它裡面 等一下說到瓷器的時候 瓷器是由1200度火上到2000 甚至是2500 如果高級的瓷器是上到3000 現在太空用的瓷器是3500到4000 因為今時今日的控制火力和溫度 是計得很準的 OK 這裡有講到大文口 最早期的時候 龍山文化等等 我這裡有些考古書 是以前的 都是70、80年代的考古書 其實我在大一那年 我其中讀一科 就是林秀進的考古學 所以自己很有興趣 在這方面去揭 找了一些書 很多就是在新石器時代 陶器已經成形 在中國已經成為相當普及的用具 至於什麼 紅、黑、灰、白 就要視乎它拿出原材料的地點 例如我們現在買新匯的泥 多數是黑色的 為什麼呢 一個長期在珠三角 是一個堆積的泥土出來的 所以它的泥是肥黑的 如果你去掉了雜質和負殖質之後 成為純泥 那些就是我們現在所見到的 那些黑色的 拆下去可以拆麵粉的泥 那些漂亮的塗泥 多數是新匯、江門等地方 可以買得到的 以前都跟過我 我其實是陶器最開始的時候 我在大學的時候 多謝高美慶教授一句說話 因為我中學是沒有藝術科讀的 高美慶說 你懂不懂什麼 你懂不懂什麼 我什麼都不懂 我捨無不自都不懂 小孩子買一枝小鈣回家去畫 你要收一些科 所以我大一那年 就跟常宗豪學習法 跟孟一鵬學習法 在香港很多師範的朋友 都應該會碰過他 也都學到很多東西 你猜不到的 其實是民商夜校開的 一個手工藝課程 不是在師範裡面正式的課程 但是我們裡面所學到的東西 千奇百怪 所以這個老師很狠教 我們黏住他 一黏住就不走 那些同學 很有趣 最早在雙周時期 這些我納過了 歷史上的事情 麻煩大家 有興趣之後 培養的時候 有時間上網 去找陶瓷的發展歷史 一定有的 麻煩 這裡是講到硬塗的時候 有講到塗磚 塗瓦 瓦 瓦當 這些都是用途的製品 是用出來的 就不是用來在美學上發展的 所以這個是當時 蘇公也有講的 我們最初做陶瓷的時候 是用來盛載食物和水 這兩件事是最重要的 所以陶瓷一定跟我們的生活 是密切關係的 當時 一路發展 漢以後 宋代這些 我想玩古董的朋友 應該很懂 官堯、歌堯、雨堯、定堯、坤堯 五大堯 之後去到景德鎮 這裡都有一件景德鎮的 這一件是景德鎮的 雖然不是最漂亮的產品 其實很粗 景德鎮有很多漂亮的東西 目前在中國已經不純是景德鎮了 因為文革鬥死了很多人 那些很有名的師傅 都做橫禍 很多都不見了 所以 目前來說 繼承到多少東西 我真的沒有研究到 如果熟悉的朋友 將來可以介紹出來 景德鎮究竟現在的發展是怎樣 因為它在我們中國的陶瓷史上 真真正正是企立過一段很硬正的時代 我們不能夠抹殺景德鎮 好嗎 一路下去上 可以提到問題嗎 上去就好 我想問你 什麼叫做黎條、盤觸化? 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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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際、黎條、盤觸化 一會兒我有圖 唸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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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手去搓出來的麵 黎條 是你把它搓成條 然後 再用自己的造型 來拼上去 但是兩樣東西都可以做到很漂亮的 唸際和捉膿條都有 一會兒我下面會有video給你們看 人家怎樣做的事情 我再詳細講一下 好嗎? 好像我這個 這個是我的作品 它是有拼制 有獵制 很多工序 要逐步砌上去 然後掃銷 再上油 就是幾個工序 之前你設計的時候 你要想圖形 想了圖形之後 你要想方法 你要想方法 做出來的方法 都很重要的 哪些先哪些後 待會講到屈原杖的時候 你們看到屈原杖 是絕世的作品 我覺得是很絕世的 一些鬚飛飄出來 那些衣物 好了 謝謝 課程那裏 大家如果在這裏 這裏我上網 就找過一些 陶瓷的工作方 一上網 大聲就25間 已經多到很緊要 不過很多是 繪畫、油畫 有些是繪畫一些 其他的美術製品 就很少獨立的陶瓷室 就不會像 我們在香港 跟陳冥堅老師一樣 就真的 硬順地進了師範 霸了他的房間 於是十幾條大漢 大者在那裏 搓泥的時候 很大聲 你要用力去搓 要做 那些很好玩 不過要用力的 OK 好了 麻煩你上 有藥那裏 待會我會再特別講 煉泥那裏 配體有不同的特性 其實泥本身 粗身的泥 當你感覺完之後 基本上就是 講泥的硬度 你搓下去的時候 你才感覺到的 現在我這樣講 就很難講得到 是怎樣分別的 但你不同顏色的泥 不同品種的泥 當你捏製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不同的硬度 最軟熟的 我自己覺得 最軟熟的是 黑的那些是最好的 黑的那些泥是最軟熟的 如果帶有微黃色的那些 應該比較硬 我問問 是不是每個地方的泥都可以做 還是 不是 你買得到才行 有些地方的泥是不賣給你的 在中國來說 不是現在這裏 這裏我現在都搞不清楚 在哪裏買泥 他可能 買回來的泥 你要做很多功夫 要過濾 要篩選 然後再重新拆過 有很多工序 在這裏 這裏過了 一會兒 因為我們 獵仔那裏 麻煩下一些文字 這裏有個除氣法 這裏一會兒講到圖和詞 除氣的功夫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的產品裏面 如果含氣泡量大 氣泡量越多 是越容易裂開的 爛的 所以好像這個 我剛才說 我們Blishman做的這些 他講到明 他說你可以入microwave 這些 就是說 你看它好像粗粗老老 其實它很結實 它燒到 我上網去檢查一下 德國那邊 是燒到2300的火力 就是說 大家感受點聲音 我隨便用手指來打 其實是挺響的 聲音越粗雅 它裡面的含氣量越大 它的硬度 是低的 如果越是響那些 那些真正的江西磁氣 你用手指按下去 聲音的 聲音的 聲音 好了 它 generated 那邊不是在中國的 這是在尼柏爾土耳其那裏所乾淨的 製造的 這是在尼柏爾土耳其裏よ 有料嗎 也可以 都是1,是嗎? 下一點點 成形是指把數配的料通過獵劑 獵劑裡面有擠壓、途空、組合 這些技法聽了就算了 我搞了好幾年,最初都是糊塗糊塗的 你要站進去陶瓷廠看師傅做 你才知道原來的程序 小一步做出來的東西是爛配的 爆、煉、形狀變成畸形 因為裡面如果含有其他雜質的話 雜質受熱的程度是會令營製變形 為何我明明插了球進去的 出來凹了的呢?或者斜了的呢? 有道理的 其他那些已經過了 因為太…太…太… 視乎你要用的粗和幼 因為以前做的那些已經沒有了 我以前是有一個筆筒 用一些幼的泥條調了上去 然後塗一些泥漿之後 黏了它之後就燒了出來 再下去加藥 這樣燒出來的 現在沒有了就不能示範給大家看 至於日泥彩 這個泥彩就牽涉很多了 原來這個采藥 裡面包括有不同的金屬 鐵、圓、尾、薪等等 不同的金屬燒出來的顏色是不同的 化學老師應該是很清楚的 我就外行這件事 所以在這裏就沒有辦法供應給大家 OK,麻煩 一會兒我會說有踏板用腳踏的 用電動踏的 有在桌面的 有在地座的大的輪盤 在這裏又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中國人真的很聰明 為什麼呢? 你想想從一劈泥 直到一個旋轉 古代的輪盤 其實不是真真正正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我估計應該是比較粗糙的 它怎麼能夠拿捏中心點呢? 在這裏我有些圖 他們在雙周文化裡面 那些刑製 切面之後畫出來的 這些是考古的人畫的 那你會發現 他們的中央點是很漂亮的 怎樣能夠做到中央點呢? 這件事真的不容易做 好像這裏 不好意思 因為圖太小了 你看到它 它的器皿本身 兩邊是平衡的 我一人間還有一些圖 可以給大家看 如果你的器皿拿不到中心點 你是沒有辦法承載的 特別是液體 你怎麼承載呢? 所以它的中央點 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在雙周的時期 已經有人這麼聰明 做了這麼多這些事情呢? 你看看這些圖 這些是他們考古的人 是根據他們出土的文物之後 然後畫形出來的 很多都是有中心點的 即是說 在他們的配輪 沒有像我們今天這麼完整的時候 他們已經對中心點的控制是很好 由做這個的數配 以及做車的軸 你想想 我們中國人的車 例如說 如何把握輪 如何做中心 由中心裏面 如何想到磨擦的程度 你就這樣找一些數目板 是不行的 輪圖的兩輪就爛了 荃子王的車這麼大 在電影做出來 哇 整間房這麼大的車 怎麼能夠 那幾個圓輪就可以承擔到呢? 我想我們要服 看書裡面已經有講到圓周率 3.1416 3.1416 我不是讀數 你可以想到 看書已經有圓周率 即是說 他在歷史上記載 已經這麼完整 再推上去 一千、二千年裏面 一個長時間的發展 是一個很好的發展的年代 即是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不只是車輪那麼簡單的事情 在圓形上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當時的人 如何去想出圓形的概念呢? 大家不妨好讀書 揭多兩頁去看看 找找我們中國人 究竟為何在古代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這本是新中國考古收獲的 是1961年中國考古學院出的書 這本圖大家都耳熟能長 如果你有看歷史書 我相信有朋友見過這個圖 這個彩圖很漂亮 這個彩圖 它叫做圖觀 你看到圓形的平底的 中心點極之清楚 文養、燒製 燒過的這些都入過搖燒的 不是這樣 是現在數上四、五千年前的事情 你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今時今日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做不到它的水準 都已經很羞恥的事情 我再插一句 如果你是想看真品 Vincent Art Gallery有三隻 有三隻? 有三隻? 有一個同學 他七十年黨在香港 很多這些出土 他買了很多人 很多人就說不愛了 就要捐了給你 捐了給他 好啊 一路就拿了三件 對那些唐國的馬 都不愛就是外國三件的 哈哈哈哈 各位讀書好友 有時間就踩出去 我經常踩出去 我經常踩出去 我經常去那裏去問 下次再試一下 三個日半就放在一起 麻煩 真的要出去看 這件事 OK 好了 先看看 這裏上了 這裏有什麽製配的 這些我們一人間 慢慢會有影片介紹 所以不需要在文字上浪費大家時間 請上去 麻煩 謝謝 18世紀 其實整個歐洲已經在做 看待開始 很多陶器 已經是輸出去外國 引起外國影響 距離我們現在2000年前 已經在歐洲 已經造成了一個大革命 很多國家 一會兒我介紹 他們有很多陶瓷學會 大部份在19世紀 以至到20世紀初已經成立 歐洲有很多地方都有陶瓷學會 OK 麻煩 衝壓機 乾壓法 這些 一路上去 這裏就講到沖繩 沖繩裏面是當代陶器裏面 這裏很有趣的 由下彩 由中彩 由上彩 我下面都幾個文字介紹 這些是很複雜的 想有的方式 我現在講一句 由下彩 他們可能做幾個月的工序 調配、上油、搖銷 10件裏面 可能只有兩件是合格的 要扔掉 很大批 聽起來好像很容易很快 但實際上做起來 是不容易的 OK 麻煩 討詞 這些我們慢慢再講 待會再介紹 馬魯文、濟光 都上了 麻煩 下面是否還有 多不多 都很多 麻煩 這裏下來 這裏下來 這裏 等等 上少少 慢慢上 去到印 印 這裏 我懷疑這裏 完全是印的 這裏 完全不關乎手工畫的 除了這裏有印之外 你看看底下 是印的 這件碟是有證書的 只有三千件 說明的 他拿到之後 我的親戚很客氣 他說 Sam 你喜歡的 你拿了它 我也很詫異 拿了別人 奪人所好 這裏是華光陶瓷集團 你可以上網查到華光雅 這裏是很精細的 你看看 我輕輕找一個手指甲 大家聽到聲音了 這些是精品 這個 這個 其實是很粗的 聽聲音 已經知道 不是什麼漂亮的東西 而且底部 是很粗的 很多 難度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瓶 難度是放進窯裡燒的 你想像一下 你量度一下 這個應該有二十寸 二十寸 二十寸的位置 你說它的窯要多大 爐要多大 難度是貴的 貴在燒裡 我懷疑它 如果拼快 都很浪費時間 它可能是半個半個 然後一級 掃了條紋 然後再上油藥 這個應該是 燒了掃杯之後 再畫上去 或者半畫半印等等 做法是有不同的 還有一件事 它裏面的油藥 很不齊整 你看它 是一塊塊的 待會有機會 大家出來裝裝它裏面 這些 粗腩製作 我自己覺得 如果燒到這麼大的瓶 是很可惜的 浪費了功夫 知道嗎 這個組裝出來 都不容易 但是裏面的油藥 它是做得很粗的 等等 這個 這個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裏做的 這個 我也是在二手店買的 這個是罐來的 這個肯定是拼快的 是做了泥塊之後 四面去拼花 這個似乎是我們Brisbane的土產 但是我覺得很漂亮 我 平靚就好 十彩 你自己做 頭髮都很大 還要做蓋子 整個厚 口層會比較粗 但它裏面肯定比我這個花樽 我一看它的裏面 原來掃油浸得很齊整 原來掃杯下油的速度、吸收程度 全部有時間限制 我先放下去浸了它 回頭才來 你扔掉它就可以了,不要燒 因為你燒出來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原來下油吸收下去 在那一刻,一定是大師傅熟手勢 懂得放下去,讓他吸收多少秒鐘 然後拿回上來 全部沒有講究 我們看下去這麼容易的東西 是很精細的 所以當你拿起茶杯喝茶的時候 看到原來是很漂亮的瓷器 心裏應該是欣賞的 一定要做得很好 我問過我太太 我大大都說,你放在一旁 因為太大了,你都不知道放什麼 放意大利粉就好像太短 所以他做這些器皿的時候 他應該要考慮一下 做了之後用來有什麼用 OK,謝謝 他這裡有講到私網印刷 這些是不容易做的 有用純金,用金來劑 好像金來講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真金 還是金油 這個在京都的這個杯子 有金線的 我昨天晚上,燈光照照 原來是金來的 真的是金來的 沒有買錯的 這兩件瓶子 所以大家有時旅行開 不妨走進去紀念品店裡 也詳細看看 有時你會找到一些你深厚的東西 酸金這些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OK,不要理會了 上去 是,麻煩,麻煩,一直上去 溫度和時間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你的溫度要多少 時間要多少 這裡我略略講一講 他說 在這一排裡 他說 在所有的情況下 陶器在燒製後都會被永久硬化 燒製的方法 一定要與它的物質配合 粗略建議 吐氣 即是我們的所謂 吐氣 情況是一千度 其實它最早的數杯 在八百度就開始了 攝氏計 不是華氏的 是八百度開始 一直到一千二度之間 上了有藥 你一定要看清楚有藥 是要多少度 然後才會出到顏色 然後才會出到顏色 一會兒再說 醉孔是很難燒的 十個醉孔屏 九個是失色的 只有一個是真正出到醉孔的顏色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 在中國上面 買到漂亮的醉孔屏 它本身的溫度和時間控制 所以要很漂亮才行 石氣在110度至130度之間 瓷氣是1200度至1400度等等 瓷氣是最高的 現在就更加不止這些度數了 麻煩你 好了 燒了 原來燒 燒制這個陶瓷 用什麼來燒是很重要的 現在當然是很方便 我們愛什麼火 有什麼火 在古代 只是用木的時候 是很艱難的 所以為什麼越古的陶瓷氣 能夠完整的精品 是絕世的 因為在它控制的條件之下 能夠燒出這麼漂亮的產品 絕頂的 這是天作之俠 可以說 不是說溫因 是它條件、時間、環境、濕度、溫度 全部加進去 然後才能做出來的 OK 這裏我們過了 有電力、煤、汽油 什麼都可以 其實 我以前在香港和朋友玩過 找火水罐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過 那些方形的火水罐呢 在下面 找些柴 撿一些木柴 在地盤最多的 撿一些木柴 然後躲在山溝附近 放火來燒 自己用些泥拆了它來做 一落也 其實我們小孩 是一個好的環境 現在我們學校很多的圖泥 待會我會介紹一些不用燒的圖泥 是日本人搞出來的 好了 現在大家聽聽 輕鬆一下 謝謝 謝謝 那些為人所付出的代價 是永遠都難忘的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謊 還記得年少時的茫茫 想多用 OK 這段很短 一、兩分鐘 下面有一些比較長一點的 你可以看完 一個完整過程去拉胚 我們在術語上叫拉胚 是由一塊泥 定了中心點之後 利用你的手掌 手指 和力水去拉出來 他們如果很精湛的師傅 他們可以拉到 像我這個花瓶二十寸 我見過一路直上 到新會那邊去看那些師傅拉 你真是寫個伏字 兩隻手指 彎腰緊緊 伸得到的 在底部一直拉上來 很直的 所以定中心是圖泥裡的 一個重要環節 這段會比較悶 不過很快就播了 現在三點 看著時間 他說 陶瓷在食器、裝飾、使用 和科技術的發展中 是扮作要的角色 這裏 黏土 在水溫之下 所謂淘槌 淘槌 經淘槌 而成淘槌 淘槌 而黏土 有人性 它本身 在常溫之下 浴水 你可以塑造形狀 眉乾 可以雕 雕 淘槌 是很有趣的 可以用刀 可以用木 可以用鐵 任何東西 甚至用爛瓦片 都可以刀 不要以為這些 是要有很多工具去刀 我相信他刀的時候 很多是隨意的 隨意去做 但是這個師傅 十件器皿 十件都一樣 他做出來的 那個營製 然後做到笑容 哭 什麼 他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做到 其實是相當精細的 講到刀 這裏也要先講講這個 這個就是屈原杖 你那個是不是這個 像不像 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這個師傅很可惜 就是文革就 拜拜了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原因 去批鬥他 鬥到他死 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他做這個像 是他精心的雕製 不好意思 我傳不到給大家看 因為很精細 我和我媽媽 在大陸 偷運出來 是1976年拿出來的 1975年拿出來的 是文革 尾的之前一年 我們是怎樣 買了些豬肉 菜 放在裡面 包包包包 又怕他爛 真的怕他爛 你也知道過深圳 是怎樣衝鋒陷陣的了 所以 完整無缺 鬆 神態 我最喜歡他 就是整個表面上的神態 做得很精細 是 如果大家要中間的時間 出來看看 手等等 你猜不到這個已經有半世紀的歷史了 我想問問 師傅做的那些像 他會做一個還是不同的 一個 做很久的 不是 如果師傅做一個 還是不同師傅做的 他不同樣的 各個質問 比這個更加好 更加具體 是嗎 是 不同師傅 大家不同做的 OK 有機會 私人參詳一下 給大家 啊 哈哈 你去探他就可以了 是啊 你去探他就可以了 你去探他就可以了 要想個藉口才行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OK 好了 現在呢 接著上去 新石器時代 在公元前 八千年開始 一路到二千年 當時已經有陶器 陶瓷都是氧化物 氮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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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化物 這些都不算是物 要找一些化學大師才行 然後呢 它裏面有所謂 這個 華酸 陶瓷 和現代特種陶瓷 等等 麻煩 上了 請問 你 歷史考據方面 是怎樣得到的呢 公元前八千年到公元前二千年 即是一萬年前的東西 是 有陶器已經做了出來 他現在呢 我自己看 只能夠根據他的考古書 他定了一個年代 他找出來一些圖片 一些省的圖片 或者完整的器皿 經過碳化的測試之後 碳化十四測試 就定到他的年份 他們猜想是那個年份 不過呢 最早期呢 是比較少有腳的 多數的陶器 都是平底的 或者尖底的 多的 後來呢 去到這個雙周開始 就有腳了 原來腳的用處呢 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燒的 即是煲在下面 煲它 是的 用來給柴火在下面燒的 這個是它實際用的東西來的 不過呢 老實說 有很多是仿製的 我不是說我們現代的仿製 而是古代已經有很多的仿製 不是在我們今天的仿製 所以 例如它有一千年前的仿製 它是仿製二千年前的營製 這個在歷史上 非要有些專門的人 去逐級去考定 這裏就是相當艱難的事情 這裏有說到 就是撞的時候 通常那些瓷器是放在什麼位置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一會出來看這些 揭兩下看一下這些書 我最喜歡它一個地方 我要跟大家講講 這個已經去到戰國了 這些圖碼的東西 顏色已經很七彩了 在戰國的時候 去到唐三彩已經很出神入化 還有市民那些東西 我都說是估計的 現在科學院要carbond dating 他們找當時的古文 出來就比較一下 都是估計有時差成 是啊 可能幾千年的 可能相差 大家估計 是啊 這個不出奇 這個不出奇 現在很差到動 carbond dating 但是估計 可能相差一萬年都不知道 有五千年 五千年 只要五千年 做不到 所以沒有五千年 是不到的 用不到的 對 八千年才是以前的 石器 石器時代 如果是八千年前 五千年還沒有人類 有 有人類 有 有人類 有人類 不過是否我們現在這樣 聖經的記載 只有六千年前 不知道 中國都是五千年前 這個人面的盆很出名 我們有看歷史書籍的朋友 你們都知道了 在盆裡畫了一個人的樣子 他們根據這些型制 就用來比較 大家比較出來看他的年代 像這些型制 尖底瓶等等 OK 好了 這裡先過了 因為下面我講到遲 是指的 右上 麻煩 在這裡先看 講到硬度 它是用MPA來計算的 就是講硬度的成分 例如舉個例子 我們牙 牙的硬度 是一個MPA這樣計算的 原來我們的池牙 通常是四到十倍的MPA 目前來講 我找的資料 似乎台灣的發展相當原備 有時候你看到那個朋友 狗狗不見 以前 記得他幾隻門牙都不齊 現在又英俊 碌又好看 吃蟹不夠他快 這隻蟹就整隻蟹都不齊 整隻蟹都不齊 原來池牙這麼貴的原因 就是雙公 有些是整隻蟹 有些是包蟹 有些是裡面不知道怎樣撐 諸如此類 這個跟陶瓷有關 還有它燒的溫度 蟹是很高溫燒的 三千多 所以 如果那個牙醫跟你做了一副蟹 覺得不行 打爛它 和你重做一副 他的工作肯定是本的 我告訴你 所以 我有些朋友 故意走回香港 走去台灣 雙雙雙 不在這裡雙雙雙 他覺得 不知道 他沒有這麼詳細說 是否技術不好 相工不好 還是材料用得不好 等等 不知道 但是 很奇怪 他可以去台灣幾個月 回來整個英俊 除了頭髮 染了也漂亮 不過走文走不了 好了,麻煩你上去 等等,這堆東西跟大家說一說 陶瓷材料的物理性能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是熱性能陶材料的 熱性能包括有溶點、熱溶、導熱性、 熱膨脹和內熱衝擊 這些很專有的名詞 我們不理會它,不過是讓大家知道 電性能的陶瓷材料是導電性變化範圍 相當寬廣 第三點是光學性能的陶瓷 具有特殊的光學性能 可作為激光的材料 光度纖維的材料 光存儲材料或者是螢光物質 大家不要看聽你的車前那塊不碎玻璃 其實那塊呢,嚴格來說 都是瓷器的高度發展 因為它是透光,所以你不覺得 是一塊玻璃而已 那塊石仔又爆裂了 我也換過幾塊,很貴啊 一千多元一塊 如果你知道它要製造出這種硬度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值錢 真的很貴 是的 OK 這裏又不說了 一路上了 麻煩一路上 滾壓成形 印刷成形 噴塗成形 OK 陶瓷發展 上多一點點 第六 他說陶瓷的發展前景 在信息能源和新材料 被譽為當代科學技術的三大支柱 我們有信息 有很多東西 研發是一個重點 大家都拿著 舉個例子 拿著這個 Malicium 加上這個圖例 你可能製出來的產品比我優遠很多 就是因為你在配製過程當中 你的技術比我更好 你用掌握的時間比我更好 你配合的份量比我更好 你就已經有特出的產品了 稍後我會再交代一下 所以我們知道在今天這個世紀 加上我們信息流動這麼快 現在真的一天千里 競爭得很厲害 OK 好了 麻煩你 我們接下來 就是 有兩個video 第四個一個video 第五一個video OK 輕鬆一下 大家可以 這個是不是要回到上海的 這個 前面 這個 我先看看 這個是reference幾 7 7 是吧 這個第四 先試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外配的實際情況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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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台灣的 這個就是剛才我講的 把泥拆了 這裡有兩樣東西 因為泥土本身呢 它的性質不一定是全部一樣的 它要把它平均拆圍 另外要將它的氣壓出來 這個也很重要的 接著要做形 這個開始 手捏成形 這個開始 這裏呢 有一個拉配鏡 拉配鏡 拉配的時候一定要加水 因為造成多波滑度 要不然你會扯 扯尾都很難的 現在一路開出來了 這個 拖上去 拖上去 拖薄 用手指來收拾它 掃杯 燒了出來 用鐵線去割下 它 通常要風乾了 才不是馬上燒的 要放幾天 這些都是風乾的 放進去燒 這裏是圍線 圍著的 是搖線 出搖了 變得 有少少紅色 好玩的 如果你自己做 吃到東西燒出來 很緊張 好像寶寶生出生 就是這樣 上油了 浸油了 你看它的手勢 是 它一定要給油藥 在杯子的外圍平均 如果不然 放進去燒 燒 積透了 就是一百百 很漂亮 這些製食文 很好 這些是很多製成日常生活的用品 自己喜歡的杯 可以燒一隻自己喜好的杯 好 下面還有一個影片 謝謝 圖藝 拉杯 這個呢 自己家裡其實可以做的 有一個 拉杯機很小 一個小摩托 那兩粒木 中間的鐵線就是 這些搖成的泥 剛才我們會開動泥盤 確保拉杯機正常運作 將泥團放在泥盤的中央 接著可以加水在泥團上 然後用雙手 這個都是摩托的 不是雙胸膏 重複幾次的步驟 然後用雙手的手指弓 在泥團的中心點開一個小洞 然後慢慢把它擴闊 然後慢慢把它擴闊 然後一隻手在杯的裡面扶著 現在開始用手指 慢慢看上拉 直至理想的高度 然後用泥線輕輕切一切 把小杯拉到泥團的邊緣 就可以拿出來了 千萬不要掌握它 一掌握它 一掌握它就不經營 一掌握地飯 陶藝拉杯三部曲 一 穩穩地中 二 輕輕開洞 三 慢慢拉高 好 謝謝 這個在台灣 台灣很流行陶瓷製作 所以如果各位讀書好友 有機會在台灣可以住三兩個月 不妨去上一個簡短課程 上兩個星期 我想問 陶器和瓷器是一樣不同的嗎 不同的 跟著我講的 跟著會分開來講的 因為瓷器事實上 它是用高領土的 就不同我們用普通的糖泥 我們現在那些其實是糖泥 我們香港做的那些是很粗的 種花都可以的 不過黏性太大 而高領土是另一種的泥土 是耐溫精細 所以它中間 你發覺它定中央位 手要捏 其實它做得很少 以前陳老師教我們 就要壓下去 插上來做十次 為什麼呢 原來你平時在桌面上 插麵粉 你以為插得很好 裡面就有很多氣 泥本身 裡面的黏性是相當大的 一定要靠那個踢胚之後 把它捏上來加水 又再捏 又加水 捏到它 你自己的手指 會感覺到那個軟硬度 去到你所需求的 這件事真的很難說得出來 你一定要做得多 然後才知道 例如我做一隻杯 我希望這個硬度去到這樣的時候 才可以做到最薄的 有些人說我這個杯粗粗的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像你們現在桌面用的杯 本身 我相信就不是用人手拉的 一定是用機吸出來的 很快的 他們一次過一排 就五十隻 這樣下去 整批出來 這個工序最麻煩的地方是 上耳朵 上耳朵是最長時間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它的耳朵要量度數 吸進去 吸得準的位置 然後吻口 就是很多工序 這些一定要坐定 在這裏逐個做 這些不可以偷雞的 機器也幫不到上耳 所以你會發覺 他們生產 大批生產的時候 那些程序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你去看一次 你就知道 原來這麼複雜 OK 麻煩第六 Reference 十二 十一 這個採油 這個採油 是分為上採 中採 和下採 所有的柚藥 一定要等素胚乾了之後 才上去 為什麼呢 原來柚藥本身 也是粉狀開了水 開了水之後 是黏上去的 如果你的胚本身濕 是很難上去定型的 通常他們會進去燒 燒六百到八百度 讓它乾了身後 然後再上柚藥 另外的做法 就是擺過野 第二招 它已經硬了 水分蒸發之後 也可以上柚藥 那就見仁見智了 因為牽涉到柚藥本身 也牽涉到 進去搖燒的時候 那個技術 所以出來的柚藥是否靚 要很多配合 所以我說天作之俠就是這個意思 這裡有講出這三件事 關於柚上採和柚下採是什麼 他有介紹過 柚上採的技術 是當時成熟於名的中期晚期 換言之就是瓷器